支持者高喊动算打气 民进党台北市长提名人陈时中 来到万华环南市场参加普渡 民众热情打招呼 环南市场自治会长林盛东 也陪在旁边 以前当指挥官是关心疫情 那现在我们要关心 未来的一个疫情之后的振兴 一点都没有尴尬 我们哪有尴尬 我们第一次讨论都很好 嘴巴说不尴尬 但林盛东过去曾经说 希望黄珊珊党市长 而且黄珊珊上午到访环南市场 林盛东不只紧跟在旁 还表示力挺 看似北市长这一局 林盛东已经心有所属 我想这个会长是非常持平 市长对这个市长有帮助的 一定要跟蝴肉嘛 这都一定的嘛 在地的人的心理都这样 会啊都会做事 想外人是会做事的人吗 我不知道 他不是中山外华区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做事 跟他比较不熟就对了 常走会做事 谢谢 林盛东跟陈时中互动超马迹 而这场普渡活动 蒋万安也在陈时中离场后 没多久到了现场 两人依然亡不见亡 只是状况却有些尴尬 当蒋万安已经就定位 准备拜拜 但林盛东却还在跟内政部长 徐国勇聊天 让蒋万安空等了约三分钟 林盛东才赶快跑过来 而且互动也不如 与陈时中或黄珊珊来的热络 不过北市长这一仗蓝绿民调相差不远 选情更是进入肉搏巷战 谁能多拉一票对胜选就增加一分胜算 华语新闻送去李鼎强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